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您好 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您好 我想要祭拜我的母亲 可不可以帮我们选一束 合适的鲜花 好的 没问题 您的花好了 很漂亮 谢谢你 我来了 天鹰 你回来了 天鹰 你不是离开东江了吗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 我改变主意 留了下来 你为什么要欺骗我 你听我解释行程 你听我解释 许一车 天鹰 天鹰没有骗你 是我强行把他留下来的 罗福生 天鹰根本就没有离开东江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明白了 这根本就是你的计划 天鹰走的时候 你还假惊惊地给我送信 我还相信你撮合我们 把我当兄弟 没想到 这是你们两个的一场戏 我简直像个白痴眼 秦琛 我真的没有想骗你 我本来打算等你 你就是趁着我离开的时候 趁虚而入 都是借口 都是谎言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 才能告诉我事实 洞福生 我看透你了 你和天鹰 你们两个都在平安 你和天鹰 给 你过来一下 儿子 你看看这周围 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死亡 腐烂的气息 跟冬江一样 跟我的生活一样 或许我生命中 所有重要的女人 都注定要离我而去 这是我的宿命 我告诉你 女人可不是我们男人生命的权 也是要干大事的 怎么能为了一点点的小情小愿 所困扰呢 我告诉你 我在这里看到的 是一派圣机 是你辉煌的未来 我的未来 所谓一将功成万务苦 一个男人的成功 就是要踏着无数人的尸体前行 这一点我想 你在训练学校 已经有了初步的体验 但那仅仅是开始 残酷的优胜劣汰 才是这个世界 唯一不变的法子 不管你有什么方法 你只有活到最后 你才有机会 你才能赢得这个世界 之前我说等你训练结束 会对你有所安排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 我将给你升职 升职 我一直这么严格地要求你 就是希望 你将来能够接我的班 继承我的家业和事业 我知道 你心里并不认可这个职业 上次在你的婚约上 我逼你做出了选择 这次我不会 我会让你自己 好好想一想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警察局的位置随你挑 vent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 少爷 这位姑娘非要闯进来 我怎么也拦不住啊 你不是和罗浮生在一起吗 干吗来找我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 我跟罗浮生只是普通朋友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普通朋友 你会为了一个普通朋友留在东京 去选择欺骗我 是不是罗浮生跟你说不要告诉我 不是的 是我主动要求他不告诉你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不想再跟你见面 我想要跟你说的 在心里已经表达很明确了 现在我人不管在不在东京 我们分开都已经是事实了 不见面对我们双方都好 不好 一点都不好 我在警察学校培训的时候 我每天都被人侮辱和欺负 你是我唯一撑下去的理由和动力 就是因为你跟我说过 要变得更强大做一个好警察 我还想着可能在哪一天 我们还会再见面 可是现在我生活的信念 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话 一个敷衍我的借口 对不起 徐星成 对不起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不 这不是你的错 是罗浮生的错 他一直在破坏我们的关系 趁虚而入 徐星成 罗浮生他不是那样的人 你们两个兄弟这么多年 你知道呢 而且我也不想看到你们 因为我而闹僵 不要再误会他了 好不好 罗浮生如果当我是朋友 当我是兄弟 他就会告诉我你还在东江 你不要再无力娶闹了 徐星成 你现在 你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人总是会变的 这是事务发展的必然规律 亲人会交恶 兄弟会相残 但是不管怎么变 我对你的心 对你的爱 是我一辈子都不想改变的东西 不管付出的代价会是多少 你根本就不是在爱我 你是在爱你自己的执念 清醒一点吧 好吗 我现在非常地清醒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你不是口口声声地说 你们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吗 那就代表 我又可以堂而皇之地追求你了 如果你要这么做 只会让我更加远离你 你会不会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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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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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妈妈墓前问我的事 我已经有答案了 各位同仁 今天让大家齐聚一堂 是为了宣布 本局一个重要的任免决定 许兴成警员 从今天起 正式升为本局探长 下面 有请许探长 为大家讲话 这么年轻就当了警察局探长 可真是吻子巍巍的 怪你偷走了太爱 你要是许局长的儿子啊 你能不跟他一样疯狂吗 我知道 你们认为我是警察局长的儿子 才走到了今天这个位置 既然走到了这个位置 我一 不会谦虚客气 二 不会不做 你们可以私下里议论 诋毁我 这与我不关 可如果 我以探长的身份 向你们下达了命 你们每一个人 都必须言听己做 做不到的人 我可以保证 绝不只是丢了公职这么简单 当然 谁出力多 我也绝对亏待不得 以上 就是我的入职宣言 先生 您好 我签订您反嘱咐 不让他在里面加百合坏 我对百合过敏 你看我脸什么样 什么样 什么样 先生 您先冷静一下 这束花是我们店的吗 不是你们店的 就你们店有这种包装 还不是你们店的 就是他 就是他卖给我的 先生 先生 别管我 你没跟我说过 你的百合花过敏啊 你不知道 我让你一命尝一命 别这样 您冷静一点 您要冷静是不是 你信不信我给人一块家 先生 你别说 飞燕 飞燕 你流血了 先生 您先冷静一下 我们真的不知道 您百合花过敏 如果您告诉我们的话 我们是不会把花卖给您的 那好吧 我出开大人 一分都不能少 好 我告诉你 我就靠这边也吃饭 现在挣不了钱了怎么办 五十块大洋 一分都不能少 五 五十块大洋 五十块大洋 可 可是我们老板不在 我们做不了主的 五十块大洋 少一个我都不敢 否则我就报警 谁 谁要报警 警察先生 你要给我做主啊 天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警察先生 我才是受害者 我 受害者 兄弟们 把他给我靠起来 许星成 他是我们爹的客人 就因为这么一件小事 你没必要把事情弄这么大的 没必要 他自己不让你 在我面前对你动手 把他带走 别别别 你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告诉你 我认识你们警察局长 那么巧 我也认识他 我是他儿子 我怎么不认识你 我刚才学有点网上 容我记错了 我认识你们探长 那就更巧了 我就是探长 带走 许星成 你怎么可以随便 你们拉人呢 你抓住人啊 你随便抓住人啊 我是在履行 一名警察的公职 你是东江的公民 谁伤害了你 谁就要受到应有的惩罚 我不需要你这样的保护 就算你现在容生成了探长 你这也是在滥用职权 既然你这样说 我就再滥用一次职权给你看 现在所有人 出使居住证 为什么 因为我要例行公事了一下 我要调查你身边所有人 确保没有人对你构成威胁 居住证 你呢 我 我没有 那你必须跟我走一趟 把他带走 是 许星成 非烟 天鹰 天鹰 许星成 站住 怕了吗 没有居住证 按理说 我是可以把你遣送出城的 许警官 不不不 许探长 我求求你 你放我一马吧 我真的不能离开东江 放你一马 是可以 可是你要给我一个充足的理由 理由 理由就是 我是天鹰唯一的朋友 你怎么证明 我手上的伤 还有我刚刚对他的奋不顾身 这都不算吗 就算你是他的朋友 对我有什么好处 对你当然有好处 既然我是他的朋友 他所有的事情都会告诉我 他的动向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些消息 对你来说 应该无比重要吧 还挺聪明的吧 所以我们是达成共识了吗 这是我的名片 有关天鹰的事 马上跟我联系 要记住 一旦他发现了 你就失去利用价值 放心 我明白 那你赶紧回去 证明你自己吧 飞燕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放心 他不是要抓你吗 怎么这么快就把你放出来了 我跟他说 我是天鹰的好朋友 又跟他说了些好话 他看在天鹰的份上 就把我给放了 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呢 飞燕 你别这么说 你这手没事吧 咱们要不去医院吧 没事 这点伤对我来说小意思 你今天怎么请我 到这么高档地方来吃饭啊 你有钱吗你 你别待会儿吃一半跑了 你今天怎么穿得隆重 我 我就说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 是不是看着特别别扭 我就说嘛 你穿着不舒服 人家看着能舒服吗 不是 没有 没有 因为你很少穿这样 就看起来 不错 还 不错 真的假的呀 你是不是又讽刺我呢 唐唐洪家二当家 怎么能这么没自信呢 我唐唐二当家 怎么可能没自信呢 那 趁热赶紧吃吧 你今天是准硬的 你觉得他吗 人家的机器 那么是准硬的 就不是就ok 不好吃 你说这个刀叉是谁发明的呀 怎么这么难用啊 福云 给我拿双筷子 我也要 好的 原来我们是同类人 谢谢 这个就趁手多了 其实 我今天与你来 是想跟你聊一下许星成的事 说 昨天 后来我去警察局找过他 希望他 不要因为我留在东江的事情误会你 但是 没想到 事与愿违 我现在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 你不用担心 我罗浮生呢 从小到大 一直被人误解 可是我最不喜欢的事情 就是去解释 我坚信 亲者自亲 而且许星成啊 我最了解他了 他是个名士里 懂是非的人 他会想明白的 但这次许星成回来之后 我真的觉得他跟以前变了太多了 你 还是注意一下吧 兄弟之间呢 哪有个与愁啊 我相信时间 会化解一切的 我们先不说别人了 你能不能稍微关心一下你自己啊 关心我自己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除了白天在花店打工之外 你晚上还要同时去打好几份工 你为什么呀你 这个 你都知道了 我不仅知道 我还知道 你把你自己的工资一半分给你的同事 你还养你那个无所事事的哥哥 你怎么就那么不知道心疼你自己啊 就 就这么几份工作 我现在还能扛得住 行 你如果晚上一定要打工的话 来美高美上班 美高美 对啊 怎么 看不清我们美高美的 不是 不是什么呀 我 我 我真的不能再欠你人情了 就是因为不欠我人情了 所以你更得来了呀 为什么 要不然你晚上同事打那么多份工 回来那么晚 回家那么晚 我 我 我就还不如让你在我眼皮底下呢 再说了 你到美高美上班 是凭着你自己的努力去工作 又不是我去施舍你 快 快 快 如果 我真的去美高美工作的话 你 不会对我搞特殊待遇吧 我给你搞什么特殊待遇啊 那人这么说定了 来 来 老老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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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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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这段时间 他都一直有陪着你 你来干什么 是库门外路登案 治安不好 我不放心你一个人 走这里的一路 所以刚刚这些警察 都是你安排的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 这并不能 所以之前 在花店查居住证 是为了知道我住在哪儿 我就是知道 你不会告诉我 倒不如用这个方法来的时候 许星成 你这样处心积虑的 到底想怎么样 天忆 我只是在用我的方式来保护你 可是我不希望你用这些方法来保护我 你现在是一个警察 你需要去同情弱小 需要除暴安良 需要秉公执法 而不是为了我这样一个区区的小女子 来谋取利益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可是我并不在乎 对我来说 东江所有人的安全 都比不上你 可是我在乎 我在乎 行吗 我不希望成为你滥用职权的借口 你以后不要再这样了 好 哥 你怎么又喝酒啊 你还知道回来啊 这么晚了 去哪儿了 我加班了 哥 我知道你现在不想出去找工作 可是你也不能天天在家借酒消愁啊 虽然咱们这个房子房租不算贵 可是已经花掉咱们收入的一大半了 咱俩离开了西班的一时无忧 现在生活真的很艰难 明天我要去美高美上班 不然的话 下个月的生活真的无以为继了 美高美 这种风月场所 你的尊严呢 你把师父的脸都丢尽了 可是至少我为了生活在奋斗 但是你呢 哥 你只知道天天在家借酒消愁 现在嫌家里多了一张嘴吃饭了 好 我明白了 他罗浮生就什么都好 我断天赐就是个废物 比不上他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现在只是在替爹伤心 他老人家在天 直定是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的 你别跟我替爹 最没有资格提借的人 就是你 我先回去睡了 天悦 天悦 这件不错啊 是 还可以 双姐 我给你带个人过来 他叫天英 对 你们之前应该见过 从今天开始呢 他就在我们这儿上班了 你多帮我照顾着他 双姐好 天英 我们之前是见过一次的 老听扶声说起你 双姐就像我亲姐姐一样 有什么事你就跟她说 好 那 那我先走了 去忙吧 交给你了啊 嗯 孟璐 双姐 天英第一次到这儿来 人生地不熟的 你带她去换衣服吧 交给我了 嗯 跟我来吧 嗯 孟璐姐 我就是来当服务员的 不用穿成这样吧 这儿可不比你们戏院 你以为我们美高美 是靠什么 在这东江立足的 这点牺牲精神都没有 干脆不要来了 你傻你 穿得越少 赚得越多 哦 孟璐姐 可不可以先过渡一下 嗯 就是 有没有一些幕后的工作 可以做的 幕后工作 嗯 仔细想想 也只有打扫卫生 算是幕后工作了 真的吗 对呀 是 没事 可以 我可以做的 我来美高美这么多年 像你这样的姑娘 还是第一次见 好吧 跟我来吧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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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从这儿往里 每个角落给我拖三遍 哦 对了 还有我们扶生哥的房间 给我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听懂了没 哦 我会过来检查的啊 哎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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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你特意定做的 我哪会那么用心啊 就是你瞎呀 哪看出来她长得像你了 你看人家 眼睛大 鼻子高 肤白梦美 黑胶衣服 你呢 实在是惨不忍睹啊 要什么没什么 福生哥你知道你为什么最近总是受伤吗 就是因为身边有小人都是为了小人害的 就是 所有 我要的 不多 有你就 好了 这个 我 尽 在 里面 也 不是 我 也有 没有 趋 你 你 要 吵架 心动 我们与风起永恒 等会儿 放手 你就是抢我身边的命名 你才流氓呢 这样吧 你答应我三个愿望 我得把钱调回来 愿望 还三个 你怎么这么贪心呢 你还有机会跟我罗布生谈条件 已经说明我不是很了解了 你这个人啊 就是看不起来凶巴巴的 其实就是刀子嘴 豆腐心 别人都说我是刀子嘴 正东西 如果有来生的话 愿意做我朋友吗 不用等到来生啊 我们现在就可以是朋友 我 我在山洞里说的那句话 你还记得没 什么话 就是我最后说的那句 我说我 喜欢你 你一定要坚强勇敢地活下去 你知道吗 如果你想让爹 继续地高兴下去 你就要坚强地活着 你知道了吗 我觉得这个胭脂的颜色呢 是吗 可别是个人 喜欢我 你看 这 戏班的一大帮子人 和我席院那一大帮子人 我 从现在开始 到天鹰他们首领结束 这期间所有的幸福 我洪家宝 曾我第一次看见你 我就知道 你是因为不管遇到 任何的困难 你都会想到你去靠分 去解决 爹 我下来了 从明天开始 你每天晚上下班的之后 你必须等到我来接你之后 你才去走 听到没有 这 这就是传说中的 护花使者 名副其实的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这 这是我房间啊 我当然想什么时候回来 就什么时候回来啊 但是你 你为什么趁我不再留到我房间里来啊 还乱碰我东西 他们让我来打扫卫生的 打扫卫生 谁让你干这种活啊 我自愿的 因为 因为 你们这儿的工作服 我实在穿得不太行 所以 只能干这个 那 那好吧 那你就 接着打扫 我拿点东西我就走 请你走 走 走 手摇冰湖 一路段 我是你的头号戏迷吗 好可惜啊 现在唱不了了 没关系的 天忆 你还记得我上回跟你说的 那个罗伯特医生吗 他马上就要到东江来了 到时候 我带你去看嗓子 谢谢 跟我还这么客气 我 我们是好朋友吗 我 我 扶生哥不好了 快去看看吧 目录姐她出事了 等等等等 轻点轻点 轻点轻点轻点 你摔成这样 等等等轻点轻点 怎么搞的啊 我 我脚下一滑就摔倒了 那这还能站起来吗 嗯 这秋尚啊正好请假回家 你说今天晚上跳舞吧 本来就指望你一个人 还摔成了这样 你说怎么办呀 算了 梦录也不是有意的 双姐 还有别的办法吗 我已经找人去找美丽了 让她今天晚上给我们救救场 双姐 双姐 美丽姐说 她今晚不能派人来帮忙了 她说 她说什么呀 她说行路馆的胡琪 最近每天派人盯着他们那里 姑娘们一听说要来美高美 谁都不敢出来 怕被找麻烦 这个怎么办啊 知道了 下着 你说现在这新龙馆 真是越来越猖狂 双姐 那我们今天晚上怎么办呢 是 双姐 怎么办啊 真是 你们都别慌 我再想办法 看我干吗 看我干吗 你来 我 当然了 你有舞台经验又会跳舞 你要是不行的话就没人行 我 大家听着啊 你们赶紧教她这个舞蹈动作 时间来不及了 快快快快 动起来 罗浮生 我不会 罗浮 他能行吗 什么事啊 对 你不就是他男生 对 什么事啊 对 什么事啊 你不想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真觉得这女孩条件不错啊 形象 气质 还有这舞蹈功底 都还不错 有多明星的潜众 你别说 天鹰这个姑娘有点意思 她挺精力的 你的眼光果然独到 那对啊 她最擅长的就是救场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姑娘啊 真想是为这舞台而生的 哎 导演 咱们那个戏红蓝身边是不是还缺一个佩戏的丫鬟 我觉得还可以试一试 我怎么想到的 好了 好了 干了 撤了 多少人 出去 把人都出去 都在哪儿 都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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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快点 别快了 走 干什么你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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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走 走出去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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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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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利 赶紧去审计 好 好了 好了 撤了 撤了 多少人 出去 多少人都出去 都在哪儿 都走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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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开了 走 干什么你们的 快点 快点 都出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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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利 赶紧去找衣服 好 好 徐印诚 我美高美现在正常一夜 你带这么多警察来干什么 有什么话不能说 不能在外面说吗 不要直呼我的名字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 是许探长 天鹰这么精彩的表演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有时候人生真的是充满遗憾啊 要不然 再给我来一场表演 你够了 不过 我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也让天鹰知道 我许新成 比你罗夫生的权力更大 许新成 我已经说过多少遍了 不要再因为我们的事情 伤及到其他无辜的人好不好 天鹰 你怎么那么糊涂 罗夫生他根本就不安好心 我们的事情 跟罗夫生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怎么还不明白 我说你到底是怎么迷惑了天鹰的 嗯 说啊 你怎么不说话了 徐星成 嗯 嗯 说啊 罗夫生 罗夫生 你不是从小到大都比我强吗 继续跟我比 碧莹 碧莹 徐星成 让你疯了 他是你兄弟 他早就不是我兄弟了 让开 我不让 天鹰 你让开 天鹰 让开 天鹰 让开 天鹰 你拿自己跟我比 我根本赢不了 至少 不公平 可是罗夫生你给我听着 我不认输 越是不公平的赌 我越是要赢 我要赢的 神秘 首先 怎么扶贴 躲到城 山霓 如何 避免 沿渣 导ミ 没有没想到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真的没事 岂有此理 许瑞安手下的警察 竟然毫无原因地 硬闯我美高美 莫非是许瑞安这个老狐狸 在背后指使他 他和我们洪家 已经有了婚姻 他这样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算什么事吗这是 义父 您消消气 老爷 依我所见呢 这件事情 并没有那么复杂 许局长本人 应该毫不知情 您没听说吗 这次带队去美高美当 那还是我们二当家 最好的兄弟 许星成 福生 怎么回事 义父 这件事情 我确实有无可推荐的 可这纯粹是我和许星成的个人 跟别人没有关系 个人恩怨 二当家的 这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含蓄了 这样 我替你说 我们二当家的和许星成同时看上那个戏子天鹰 而这个天鹰现在就在美高美上班 这个许星成摆明了是以权谋私 来报夺女友之仇呢 我替许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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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侵占了我们很多生命 不能因为这点小事 再影响了美高美 美高美 可是我们洪家的经济支柱啊 不容有失 应付教细的事 还有啊 这个许星成也真是的 明明和我们家兰兰都定得清 还得外边沾滑热走 怪不得兰兰这么讨厌她 不管怎么说 我洪正宝 是她的长辈 也是她未来的岳父 她一个小辈 竟然带着人 明刀明枪地闯我的厂子 没有规矩 没大没小 这件事 我要找许日安好好地聊聊 许局长 洪大哥 希克呀 在我的意想当中 你很少到我这儿来啊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我今天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坐下说 那天 许星成带着警察 合枪实弹地闯到我们美高美 把我的客人都赶出去了 洪大哥此番前来 是来告状的 也谈不上告状 我就是跟你说说 我相信 这件事情 跟许局长无关 咱们两家 毕竟是亲家 我相信你 也不会这么明刀明枪地对自己人 可是星成这孩子 你看 那洪大哥的意思 是让许星成 亲自上门跟你道歉 那倒也不必了 他毕竟 将来是我的女婿 低头不见抬头见 搞僵了 对大家都不好 洪大哥 许星成去查抄美高美 是以警察局探长的身份取的 这就说明 这是执法行为 你要是质疑他 那就是在质疑东江的法律 在质疑我呀 许局长 你看你这话说的 咱们是兄弟 我怎么可能质疑你呢 我只是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据我所知 星成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 他和扶生之间的客人恩怨 我相信星成这孩子 也是一时冲动 我们两家毕竟是亲家 他和洪澜马上就要完婚了 在这个时候 不能因为一个小小的戏子 影响了咱们两家的关系 还会影响到洪家和警察局一直以来的平衡稳定 兰兰的名誉也会受到影响 咱们两家脸上都挂不住是不是 是的了 我的孩子 我会严加管教的 那就好 那就好 许局长能理解就好 最近这个兴隆馆啊 是搞得我们焦头烂红 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们两家的关系再出现问题 就会给那些不怀好意的人 趁血而入的机会 我问你 今天你洪伯不来找我 说你带人大床美高美 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有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呢 爸 您是局长 这种小事 我来处理就好了 小事 我苦苦维持三大家族的关系这么多年 你一上任 就要打破这种平衡 你难道忘了 我们跟洪家已经结亲了吗 我没忘 没忘 没忘你还这么干 是你忘了 我和洪兰结婚 和洪家结盟 并不是我的个人决定 我没有必要 为别人替我做出的决定负责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 我的一举一动 由我掌控 我的人生 我做主 我知道 在你心里 根本就不认可这门亲事 但是你也不能为了一个女人 为了你的私心 就破坏我们这么多年为时的三大家族的关系呀 你懂不懂什么叫以大局为重啊 就算是大局为重 我并没有做错什么 现在的洪家 已经事不如前 兴隆馆才是一股有上升潜力的新势力 这么看来 我和洪兰的婚事 也并非如此板上钉钉 什么家族间的结盟结起 不过是和久必分 分久必合的把戏 我相信 在面对一个空洞的承诺 和一个实质性的利益面前 你会和我做出同样的选择 我愛你 我想,我写你 这都会有很快 我自己在一个空洞 他在哪儿 他在天族 我 他在那天 你 这天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筹备 早已经辛苦了 现在马上就要开机了 我希望咱们这个戏 能够拍摄顺利 票房打卖 林老板 我现在有一个小巧的担心 洪莱小姐 毕竟不是科班隐医 需要通过大量的渲染 来弥补她个人的不足 所以我希望 这次洪莱小姐 能够拿出 比世纪时 更加具有说服力的 表演状态 洪莱为了这个角色 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 魔鬼视讯 相信大家都看到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我相信她的努力 观众也会看到 我觉得导演说得对 像我这样 不是科班出身的 非专业演员 不加倍努力 怎么跟黄心涵 这样的大牌演员对戏呢 黄老师啊 到时候我在片场 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对的 还请你多指点指点我 不敢当 不敢当 洪莱小姐的禁锢 和演戏方面的天赋 大家有我们共睹 咱们互相学习 互相学习 辛苦了 不辛苦 要不 我们这戏里面应该有一个角色 现在还没有定下来 就是 洪莱小姐旁边的丫鬟 前段时间 我跟导演突然间物色到一个女孩 觉得特别合适 他之前有什么作品吗 他是新人 没有作品 但是我们大家都认识他 是谁啊 段天英 天英 对 前段时间我跟导演去美高美 在舞台上看到他非常精湛的表演 觉得他潜力无穷 潜力无穷 当初我在美高美登台的时候 能轮得到他呢 他只不过吃一些我剩下的吧 正如导演所担心的 为了保证拍摄的进度 我建议 还是找个有经验的成熟演员吧 导演你觉得呢 当然 当然当然 那个 还是听林老板安排吧 这个戏的演员呢 您说了算 很好 既然导演您也同意了 他应该就没事恶敌了 对对对 林大哥 我觉得 天英挺适合这个角色的 让他来演吧 走 罗附生 小心 等一下 这么着急 你要带我去哪儿 罗伯特医生 来 我给你十分钟啊 好 哥 你是要出去找工作吗 这样多好 不喝酒 清清爽爽的 是啊 我是不找则已 只要找了 就一定能找到工作的 我相信你 哥 加油 你说 啊 啊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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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抬一下 怎么样 医生 呜 她的嗓子 并没有严重的物理病变 可是我的针断 还是因为受到极大的疮伤 而造成了 她的功能性失省症 导致两侧生态内收性麻痹 其实她的问题 就是心理障碍 你看 平时她能够正常说话 只有长袭的时候 无法发生 就说明这个病不是很严重 可是恰恰是这样 心里的病症 一直失声 很难治疗 那医生 有没有办法治好 有 有 我有些病人 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式 恢复了生意 不过这个过程很漫长 你们要有一定的耐心 和心心配合才行 而且需要一种比较稀有的药物 这种药物在东江没有 需要从国外进口 进口 那没问题啊 东江所有的码头都是我们洪家的 药的问题也交给我了 您帮我把那个药的名字写在那 好 嗯 好 谢谢 太好了 用了这个药之后啊 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了 你就可以重返舞台了 到时候我这个戏迷 就又可以大饱饵服了 我答应你 等我嗓子好了 你一定是我第一个听众 你请回来 哥 哥 拉什么了 老子酒还没喝完呢 我们已经打烊了小伙子 再说你身上已经没有钱了 怎么还赖他就我不走 这回我放迷茫 走 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 我知道你们觉得 我什么都比不上那个罗夫生 是 我是不如他有钱 也不如他有权 但是要一点 是他罗夫生永远都比不上我的 我是坚毅的丈夫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哥 你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我是你的丈夫 我要做一个丈夫应该做的事 哥 你干什么 放开我 哥 哥 哥 救命啊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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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天忆是我明媚正确的媳妇 你多管什么心事啊 明媚正确 这站明媚正确 我 我 我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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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在这里给我滚出去 要是再让我在这儿看见你 我一定会杀了你 这里是我家 我凭什么滚 你走 你走还是不走啊 你给我等着 buffalo 我 在这儿呢 在痒 相反开 天吟 我就在门口守着 有谁找我 天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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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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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进来了 听 罗夫生 谢谢你 为了你 我也会尽快振作起来的 罗夫生 来 来 来 快 装上热的 刚好 来 吃点早饭 谢谢 哥 你要的被子枕头我都带来了 送那个房间去 罗夫生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我从今天开始呢 就住在这里了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到你房间里去的 罗夫生 我哥他挨了胆 他以后肯定就不敢了 狗改不了吃屎 你相信他 我还不相信他 谁知道那个禽兽 还要做出什么事情了 那可是 我们两个孤男寡女都住到一起 如果被别人看到了 我应该怎么解释啊 什么叫孤男寡女啊 我有婚礼业嫁 他们要实在说情话的话 你就说你是我娘子 来 罗夫生 你能不能正经点 我挺正经的呀 你要是实在还觉得不行的话 我就搬你门口 这总行 罗冲 把东西搬到门口来 我先去上班了 你要是不拒绝的话 我就答应同意了啊 哥 你要是放这儿的话 那下雨怎么办啊 你是不是傻呀你 我让你拿出来你就拿出来 送回去 哦 听 我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啊 从明天开始 你就不要再去花店上班了 就当美高美来表演 我跟你说你都不知道 从你到我们这儿来开始 美高美的营业额直线上升 再等你嗓子好了 你一定就是我们这儿的抬柱子 罗夫生 我 怎么 以前工资不够高啊 那好说呀 明天就涨 不是的 我只是 觉得你看啊 在美高美 你是我的老板 每天呢 你还得接送我上下班 下班之后呢 我们俩还同住一个屋檐下 我总觉得这样不太好 怎么 有人说闲话了 那倒不是 我就是觉得 有点怪怪的 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跟除了西班以外的陌生人这样相处过 陌生人 你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对你来说就还是陌生人 天鹰 飞燕 飞燕 那你们俩慢慢聊吧 我先回去了 飞燕 你怎么找我住在这儿啊 你家的住址老板通讯录里有啊 找我什么事啊 我来就是告诉你 明天花店关门休息 不用上班了 免得你白跑一趟 你住得那么远 你还特意跑过来 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 谁让咱俩姐妹情深呢 我今天跑一趟 明天你就可以省点事了 谢谢你啊 飞燕 那既然来了的话 去家里坐坐吧 还是不要了吧 为什么 你跟我还客气啊 你跟她不是同居了吗 没有 我跟她算邻居 对 邻居 好吧 我姑且信了 是真的 我走了 拜拜 哎 你那是什么表情啊 真的是真的 好 我相信是真的 再见 慢点儿 人总是会变的 亲人会交互 兄弟会相侧 但是不管怎么变 我对你的心 对你的爱 是我一辈子都不想改变的东西 星成 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 罗夫生 你不是从小到大就比我强 继续跟我比赢 比赢 比赢 徐先生 你疯了 他是你兄弟 他早就不是我兄弟了 他早就不是我兄弟了 天忆 你拿自己跟我比 我根本赢不了 至少 不公平 可是罗夫生 你给我听着 我不认输 越是不公平的赌 我越是要赢 我要赢的 是命 罗夫生 我们走着瞧 星成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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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夫生 罗夫生 不要 罗夫生 不要 罗夫生 醒醒 你没事吧 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听见你刚刚一直在喊 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又梦到小时候的场景了 没有 我做什么噩梦 你在我面前还需要逞强吗 我知道小时候的事情确实会影响人很久 但是随着时间慢慢推移 这些不好的过去就会过去的 就像 小时候我额头有一道疤 我记得当时哭得很惨 可是后来这个疤就慢慢痊愈了 我也就忘了发生什么了 所以罗夫生 小时候那些不好的过去 其实 即使刻骨铭心 也一定会被时间慢慢抚平的 不管是谁 看到自己的父亲 参死在自己的面前 他都没有办法忘掉的 罗夫生 你要相信你自己 一定会忘掉这些不好的过去的 你放心 我会帮你的 就像曾经你每次帮我一样 帮我 我到这儿来美其名院室来保护你 怎么能让你来帮我呢 所以啊 你这个阎罗王就是徒有其表 外强中刚 还需要我一个女人来安慰你 你先问别 告诉别人 要不然我靠这么多年 树立起阎罗王的形象 不就白费了吗 你放心 我肯定会给你保密的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时候不早了 早点睡吧 好 你还站着干啊 晚安 我突然醒了就有点睡不着了 要不然你给我唱个催眠曲再走了 等我嗓子治好了 我一定给你唱 你放心吧 你嗓子很快就会好了 去吧 晚安 你找我有什么急事 没有急事就不能约你吗 我很忙的 没什么事情要说 你别浪费我时间 罗夫圣和天鹰已经同居了 这个消息对你来说 不算浪费时间吧 同居 就算是库门 没错 是我亲眼所见 他们俩不仅同居了 而且还一起上班 一起下班 我看他们现在的关系 跟小夫妻没什么区别 罗夫圣 你这个狗屎心肺青瘦 许大探长消消气嘛 那我这也算完成任务了 有没有奖赏呢 奖赏 你觉得我现在还有闲情啊 是跟你谈奖什么 怎么了这是 罗夫圣 你干嘛呢 看什么看啊 没见过做饭啊 做饭 你还会做饭啊 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惊吓吧 怎么可能是惊吓呢 我跟你说我 什么声音 可能是 什么声音 我手坏了 我手坏了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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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个人 我问我本来以为做饭是件很容易的事 我想怎么都比 ning guard确かな 结果实际凑凑起来 太难了 其实你也别灰心 毕竟是你第一次做饭了 你第一次在龙夫戏院登台的时候 还一举成名了呢 我跟你说件事 你不许笑话我 什么事 我刚才杀这条鱼的时候 我死活下不去手 我砍人的时候都没这么紧张过 我 我心里有种深深的挫败人 你懂吗 说好了不许笑我的 你说你堂堂一个阎龙王 怕黑 爱做噩梦 不敢一个人睡 现在你一条鱼都 好了好了好了你不用再说了 你再说下去我就成个娘娘腔了 其实罗布生 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 什么 你说我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 对啊 你就承认吧 你知道你自己以前是什么样吗 你以为你会好到哪里去吗 来吧 许星成 我听说你们两个同居了 原来是真的 这个 就是你们所谓的普通朋友关系吗 罗布生 你脸皮可真够厚的 许星成 我不管你信还是不信 我现在跟天忆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天忆 你是被他下了名要了吗 他对你一直都是别有所图的 你什么时候才能醒悟 许星成 我一直很清醒 我有自己的判断 反倒是你 我现在越来越不认识你了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 你忘了吗 天忆 当初我们在医院 你把我擦掉脸上的雨水 而我帮你擦掉脸上花了的桌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你的笑容 这种甜蜜 应该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 可是你现在 居然跟他这种请人所爱的禽兽 分享这种甜蜜 我不甘心 许星成 我们以前经历的那些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但是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那些都已经是过去时了 所以 我复生是你的现在和未来吗 许星成 你够了没有 谁啊 许大探长 这里是民宅 我现在请你出去 你赶我走 你们都赶我走 好啊 你们真是一条心情比金奸哪 我要好好地祝福你们 陆复生 你放心 我会用最独特的方式 去祝福你的 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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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没关系 天盈 我们先走了 拜拜 好 拜拜 天盈小姐 你好 你好 你是大明星黄新函 大明星不敢当 我就是一个演员而已 您不要谦虚了 现在整个电影院里挂的都是您的海报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知道现在出现的有些唐突 但我来是想征求你的意见 看你是否有兴趣 参演我正在拍摄的一部电影 叫做爱琴歌王 我 出演电影 对 我 我 我以前从来没有拍过 我只是喜欢看而已 是这样 凡事呢 都有第一次 我之前在美高美看过你的演出 可以说是惊鸿一品 当时你给我和导演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们一直觉得 你又成为明星的潜质 您是在开玩笑吧 你也说了 我是一个大明星 那我亲自来邀请你 你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吗 好 你现在反应的我完全理解 这是我的名片 你先收好 回去考虑清楚 随时跟我联系吧 好 期待着和你合作 再见 黄心涵 这名字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啊 就是那个电影明星 就是 最近特别火的那个男演员 他找你啊 今天下班的时候 在美高美门口碰到了 他要找我去拍电影 他 他要找你去拍电影 那你答应了吗 我当然没有答应 为什么呀 这不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吗 再说了你最喜欢电影了 这不是你的梦想吗 对我来说 确实是一个好机会 但是你想 如果我去拍电影的话 那我就没有时间 在美高美工作了 当初 毕竟是你把我招进美高美的 你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 又不用让我 那么辛苦地去打几份工 我对现在的生活 已经很满足 很满意了 从明天开始 你不用来美高美上班了 为什么 你被解雇了 现在马上 解雇我 我是美高美的老板解雇 你还需要理由吗 从现在开始 你恢复自由身了 你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 如果现在有人 要给你提供新的工作 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吧 罗夫生 你这是在鼓励我 实现自己的梦想吗 不然呢 好 去吧 那我先过去了 对对对 所以你到后面的时候 才会 停 黄先生 介绍一下 这是咱们导演 导演好 钟音音好 天英啊 天英啊 欢迎你来到剧组 我们很期待你的表演啊 给你的剧本看了吗 嗯 准备怎么样了 词是背下来了 就是不知道会演成什么样 别紧张 没事 没问题 今天呢 不是你的重场戏 主要是熟一下这个环境 天英 要不这样 我先带你去画画间看一看 哦 好 那导演一会儿就 一会儿见 好 这边 好 可以 导演 去去去 去 这个准备好了 嗯 可以随时开始 福生 大哥 今天天英第一天开工 我陪他过来看看 这到你他地盘了 你帮我多照顾照顾他 你放心 我不会对他有差别对待 那就好 不过 你陪天英开工 就没有考虑过兰兰的感受吗 好 演艺圈很复杂 他未来怎么样 还要看他自己的造化 我相信他有这个能力 既然导演还有黄景涵 主动邀请他来演这个角色 我相信他可以的 要进去坐坐了 不 我不进去了 你赶紧进去忙吧 我就在门口看看 也好 不管你了 好 好 黄岚小姐 天英 你就先在这儿休息 然后一会儿会有人过来找你 好 好吧 有什么事直接跟我讲 谢谢黄先生 好 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 好 那我就来好好指教指教你 你刚刚当上演员 演的还是配角 来得比我们主角还稳 耍大牌啊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我是按照黄先生告诉我的时间到的 看来他还真够心疼你的 怕你来早了累着了是不是 段天英啊 段天英 看来我以前真是小看你了 我觉得你的手段啊 越来越多了 起初啊 我觉得你只是一个单纯的女孩 可是没想到你不仅把我的 扶生歌迷的舞迷三道 现在又攀上了像黄心涵这样的大明星 手段不容小觑啊 洪岚小姐 我没有 有没有你自己心里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 台下的功夫再了得 台上的功夫 比了才知道 小青 我们走 开机 三 二 一 开始 你说你心里是不是有别人了 亲爱的 怎么会呢 你的眼睛从来不会说谎 告诉我那个人是谁 根本就没有这种事 啊 怎么了 导演 跟你没关系 天英啊 你不能老盯着摄像机看哪 严重传报了 对不起 我下次一定注意 好吧 那咱们再来一条啊 来 哥部门 准备 再来一条 三 二 一 开始 你说你心里是不是有别人了 真没有 怎么会呢 你眼睛从来不会说谎的 告诉我那个人是谁 根本就没有这种事情 都是你捕风捉影 疑神疑鬼 我捕风捉影 我疑神疑鬼 小梅 过来 你聋了吗 我叫你过来 小姐 什么事 之前是不是你跟老爷告密 揭发我们私会的事 小姐 我对您一直忠心耿耿 我是不会背叛您的 忠心耿耿 你就是想拆散我们 而你也自己跟他在一起 对不对 小姐 根本就不关他的事 你心疼他了是不是 你还说你跟他没有事 原来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人 是我 小姐 少爷 好 特别好 特别好 不错 加油 特别好啊 红岚 这次演得真的特别棒 我觉得 红岚小姐 你今天演得真棒 谢谢 谢谢 你真让我观不相看啊 无论从台词 状态 还有你的形体 表现力都特别 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第一天拍戏 就能演得这么好 我就是 江江的把台词给说出来了 我要跟红岚小姐一比 差太远了 什么事都是熟能生巧的嘛 沿着沿着不就好了吗 我很奇怪啊 今天怎么状态这么好的 因为 我跟女主角的内心 是感同身受的 哥 可算找到你了 不好了 马头出事了 那 我得过去一趟 你照顾好自己 放心吧 走 走 回来了 你还没睡呢 吃饭了吗 好 还没呢 坐 我正饿着呢 这么丰盛啊 多吃点 好 忘了问你了 今天在片上怎么样 还行吗 还行嘛 反正就那么几句词 不会太差 也不会太好 哎呀 那人一开始就当主角的呀 是吧 你衣服怎么泡了 没事 我给你补补 龙生 衣服脱掉 我给你补补 这个 又是打架弄的 不是说好的 微笑服务吗 微笑服务 你对敌人微笑 别人对你中彩 我能怎么办 也不知道这世界上 什么时候都没有暴力了 永远都不可能 你这个想法呀 太天真了 我相信那一天 一定会到来的 少喝点 喝多了上去 嗯 哪儿来的酒 酒 哪儿来 我 我自己藏了点 藏哪儿了 我藏 我藏 藏 老太白 酒量不错呀 今天晚上你就只能喝这一碗 你怎么能喝呢 你怎么喝呢 又是个人 我都不喝的 你怎么喝的 你怎么喝的 是为了金钱 为了地位 不 这都不是我想要的 其实我最想要的 是一个真正的家 有一口热饭 有一盏名堂 有一个总自己回家的 召唤 一点心意不成敬意 请多多关照 钱馆主出手真是阔绰 想必你赚的每一块钱 都是从百姓的手中搜刮来的吧 你这样的行为 我现在就可以把你逮捕 就地蒸发 我想您是误会 我钱过海 是一个受人滴水之恩 甘荡涌泉相暴的 这是一点心意 表示我的感谢 并不是贿赂 况且这点小钱算什么呢 金钱 女人 对您来说 不是想要得就能得到的吗 女人 对我来说 就是忘恩负义的代名词 金钱 对我来说 这是手段的一种而已 他们 都并不是我最终的谋定 洪湖之至 岂是烟雀所能理解 不过我钱过海 还是愿问其详 不过你 宏家 在东江不能一家独当 洪林雪三大家族的 一程不变 兴隆管 将会成为改变格局的 重要棋子 而这个时刻 很快就要到来 到时候 你改恩的机会 自然就来了 不再坐一会儿了 我就下人准备了 好酒好菜 你的好酒好菜 就留给那些 不作为的闲人吧 兴隆管 随时听候许大探长的安排 大哥 你说这许兴成 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他怎么突然帮起咱们兴隆管来了 是吗 我阅人无数 不过他 我倒真是看不出来 不对 要是他知道 是咱们派人刺杀他的 是咱们派人刺杀他的 那咱们可就吃不了兜着走吧 不会 我相信他不会再相信罗夫生的话了 目前的情况 我们力大于比 不过 这局面可就乱了 乱世 什么 乱世初英雄 不过 好 不过 快 什么 我 不过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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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了 我欠了赌场一百块 你欠了赌场一百块 你怎么又去赌啊 你欠了那么多钱 你让我怎么救你啊 你去找罗夫生啊 他一定有办法的 我保证 这一定是最后一次 我求你了 我不会去找罗夫生的 我们不能再麻烦他了 天英 你之前答应了爹要照顾我的 现在我有难了 你想袖手旁观 看我胡会被打死 你好跟罗夫生双宿双飞 是不是 你胡说什么 你现在这么堕落 你怎么对得起 爹的在天之灵 你让我怎么跟他老人家交代 天英 你救救我 现在就只有你能救我 我不想就那么早下去陪爹 我求求你了 这是我所有的钱了 这么少 罗夫生他不给你钱吗 我不相信 哥 你胡说什么呢 我真的只有这么多了 我不相信 你一定还藏着了是不是 藏着哪儿你告诉我 本天赐 侯爷的耐心也是有限的 这都多少时间了 钱还没拿到啊 天英 你还藏着了是不是 你赶紧把钱拿出来吧 你再不拿出来 我就要被打死了 侯丽 欺人太甚了 欺人太甚 断天赐欠我们赌场 一百块大洋 这欠钱还钱是天经地义吧 要我说也别搞那么多事情了 把这个小娘们带到美高美 直接去找罗夫生 我就不信他不出这个钱 带走 别 别碰我 放开我 不要去找罗夫生 我们跟他飞金飞骨 这是我们的家势 不用让他帮忙 放开我 哪儿那么多废话 带走 干什么 走 老书爷 书爷 大小姐的伤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你放心吧 看看 看看 金碧辉煌啊 还是我们二当家的美高美好啊 胡思乃爷 来来来 坐坐坐 罗承帮我拿个杯子 怎么了 有什么事啊 是啊 这个要没什么事呢 还真不能来你这个高大上的地方 那是 那就这样 我们言归正传 我今天来呢 还真有点事 有一笔账 咱们得算一算 什么账啊 赌账 赌账 来 把人带上来 就是这个家伙 欠了我赌场一百块大洋 他说二当家的替他还这个账 我想着二当家身份尊贵 不能去我那种地方 所以我就把他带来 向你讨债 还希望二当家的 把他这个钱还上 我跟他非亲非顾的 他叫我还我这帮他还呀 他要是说是你儿子 你是不是还得养他呀 二当家的就会说笑 你看 这人你不认识是吧 那 你看看这个人 你认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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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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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认识 你认识 二当家的 在 赶紧先把他送回去 走吧 听听一下 罗夫上 走吧 二当家当 这怎么钱还没还呢 你就把人给我放 我打够了没有 好疼啊 一叔 带他们去看伤 走 走 走 我记得美高美这个时候 是不营业的 今天怎么这么热闹啊 侯历 你叫我来 我还以为是看歌舞喝酒呢 原来是看这些 看我洪家的兄弟都躺在地上 我倒想问问你们 洪家的二当家 三当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爷 事情是这样的 二当家的朋友 签了我赌场一百个大洋 我本来是带着他的朋友 向二当家的来讨债 可是没撑想 刚说了两句话 二当家的就动起手来了 把我兄弟们给打了 把我也打了 人呢 让我让他们走了 让我让他们走了 二当家的 你可真好意思说 老爷 您知道吗 二当家放走那个女人 就是唱戏的天鹰 那就是二当家的相好的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知识朋友 朋友 你为了一个朋友 就把我兄弟们往死里打 够了 都给我闭嘴 查过了没有 天鹰 天鹰 又是这个天鹰 你们还真好意思 我弘家的二当家和三当家 光天化日 在自己的场子里打起来 居然还是因为一根女人 您不害臊吗 您还要不要脸 传出去 弘家的脸往哪儿搁 我弘家的脸往哪儿搁 义父 你别生气了 这件事情是我做得不对 我认罚 老爷 我呢 确实有错的地方 嘴上认错 心里全不服 不是 老爷 要不是二当家他跑了 侯历 我说你啊 就算复生他有错 让你在弟兄面前没了面子 那你就带着这么多弟兄 到自己家的场子 找自己兄弟的事 你就好意思 现在什么时候 红蓝和星成的婚期未至 兴隆馆又一天天壮大 还有这个许星成 每天都在找我们的事 我们弘家在东江的地位 已经不是如日中天的时候了 外患那么多 你们倒好 还在窝里头 搞内讧 属下不敢 我说过多少遍了 我们干这行呢 最重要的一个字 就是和 兄弟同心 才能够干大事 你们俩是什么人哪 你们俩是我的左膀右臂 以后这种事情 不能再发生了 今天的事 你们各自回去反省 明白了 义父 是 侯历 你回赌场吧 好 走 坐 义父 对不起 我 义父 对不起 我 傅升 刚才侯历说的 那个叫天鹰的女孩 你是不是动了真心 跟义父说实话 跟义父说实话 现在的你 跟你父亲当年 是何去相似啊 我最担心的就是 你重蹈你父亲的覆辙 我洪正宝 这辈子最恨的就是 兄弟之间 因为女人反目 父亲 父亲 我可警告你 事不扩散 好自为之 我知道了 义父 你义父罚你了 没有啊 我今天必须要说说你 你义父平时 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为了女人 跟兄弟反目 以及破坏家规的人 我真的不希望你成为这样的人 双姐 你说的我都懂 我答应你 我不会再做错事了 你要相信我 侯丽跟你向来就不合 你今天为了天鹰 跟她大打出手 这次义父不乏你 不代表次次你都那么幸运 人心都是肉掌的 谗言和挑唆的次数多了 自然就会变成真的 你明白吗 我明白 我以后会多注意的 我不见了这么多天 你非但不想我 也不来找我 我怎么会不想你呢 小姐 你怎么在这里 好啊你 我离开家这么多天 你一点都不担心我 原来是跟她在一起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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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怎么回事啊 天鹰 这条线拍了多少遍啊 你怎么又卡壳了 谢谢 红岚 你上一句的词到底是什么 你每次都不要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接 我不一样 你不知道演员应该随机应变 临场发挥的吗 你应该根据你的对手演员的表演 随时来改变你的台词啊 红岚 你就别为难她了 她第一次出来演戏 怎么能跟你相提并论呢 我为难她 当初我也是第一次演戏啊 你们就以一个专业的演员 要求来对待我的 那对待她应该一视同仁啊 再说了 天鹰 你要是连这个都玩不成的话 那你就别做演员了 既然你已经当了演员 就应该要有演员的基本素养 你知不知道你刚才这一卡课 要重来一遍 要浪费多少的人力物力 要浪费多少的胶片啊 红岚姐 你就别说了 你越说她她越不会演 我说她是为了她好 也是为了我们的系好 天鹰 你不用管她 我问你 你现在能不能演了 我可以 导演 我看今天大家这么辛苦了 要不咱们今天这场戏 明天再拍好不好 那行吧 那就明天吧 收工 收工 好 走 谢谢导演 对不起啊 都是因为我 害得大家都白拍了 你现在需要做的呢 就是忘掉这一切 大吃一顿 然后好好睡一样 对了 天鹰 你今晚有时间吗 嗯 好 给 好 怎么还是闷闷不乐的 你知道吗 如果今天坐在我面前的是另外一个女孩 并且还是我邀请的 她绝对不是这个表情 对不起啊 黄先生 我扫您性了吧 不会扫性 能够和天鹰小姐一起吃饭 是我黄心涵的荣幸 黄先生 您就别说笑了 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 当初您能来找我演戏 我已经觉得很荣幸了 可是我今天的表现 自己丢人也就算了 还让您跟着我一起丢人 我当初刚出来开始演戏的时候 比你还糟糕呢 您就不用安慰我了 真的 我最开始是演话剧的 我记得当时 我第一次登台的时候 满脑子一片空白 什么词都想不起来了 然后站那儿就跟个白痴一样 还有这种事啊 真的 但是千万别告诉别人 尤其是那些机制 要不然我的形象全毁了 您放心吧 我肯定不会告诉别人的 不过后来就好了 那个话剧室的那些导演和演员们 都特别地帮助我 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陪我练习到很晚 后来我内心也变得越来越强大了 才有你今天看到的 坐在你对面的这个黄心涵 但是不管怎么说 您毕竟还是科班出身 而我只是个门外汉 所以我一直都很好奇 当时我跟您只是一面之缘 您为什么会选择我来演戏呢 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种 传承电影的能量 我 能量 对 电影这个东西对我而言 它是一门艺术 不仅仅是说大家 茶余饭后用来消遣娱乐的一种方式 它更蕴含着一种 震聋发聩 发人深省的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 比枪和炮更强大 而我们作为一名电影演员 就是传承这种力量的载体 在你的身上 我就看到了这种潜质 原来 做一名演员要这么有意义啊 不过您刚刚那段话 也确实让我想到一个人 在很久以前 她也说过同样这么振奋人心的话 但是很可惜 后来她就变了 变得不是以前的她了 正常 这个社会充满着各种诱惑 所以人都会改变 所以你更应该强大自己的内心 你无便应万遍 那 黄先生 可不可以请您 作为演戏方面的老师呢 当然 传道授业解惑 何乐而不为呢 谢谢 您好 您的牛排 可不可以帮我上一副筷子 好的 谢谢 刀叉我实在用着不习惯 见笑了 没有关系 就像这个牛排一样 你煎它的时候 你要考虑它的火候和分寸 和演戏是一个道理 煎它九分熟 就过于老练 娇柔造作 不讨人喜欢 煎它三分熟呢 又过于青涩和幼稚 吃多了就会拉肚子 那 您觉得表演的话 几分熟比较合适呢 五五分 介于成熟和青涩之间 你知道什么是最高级的表演吗 最高级的表演就是 你完全看不出来它的演戏 它将表演融入到生活当中的 每一个细节和节奏当中去 暂时忘掉你自己 完全活在这个角色当中 把你的生活 就活成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戏 当有一天 你可以非常娴熟地用这个刀和叉 吃这个牛排的时候 并不意味着说 你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 而只是说 你适应了这个社会的节奏 到那个时候 你就学会了表演 知道怎么会去北庄成另外一个人 好深奥啊 慢慢来 不抓紧 好深奥 快乐